哈喽,一年级二年级的学生你们好,我是吴老师,今天我要教一二年级的美术 好,现在你们拿一张A4白纸,然后我要你们对折一半 对齐,然后折一半啊,然后再打开,往这边折一半 对折哦,折了,然后你们打开它 如果看不清楚的话,那条线啊,你们可以用尺,用铅笔画一画中间的线 然后我们是今天来学人,怎样画啊,人 好,我们来看这里,用铅笔啊,像我这样,用铅笔画了 好,第一个步骤呢,我们是要看红色的这个marker pen 我用颜色笔来分配给你们看怎样画 首先我们先画这个女生,她的脸 从这里开始,然后往下,弯 弯,弯到来,垫到来这一条线那边 然后再走,再走,再弯,弯上去 停,不要这么高哦 然后我们去画帽子 这里斜下来 然后呢,就从这里开始 这里转上去,弯 弯 跟着它顺顺笔滑下来 滑下来 然后再画这里 这里你可以在这个线这里啊 然后我们这里撇,撇上去,束下来 这个是她帽子的部分啊 好,我们再来画眼睛 眼睛我们这里旁边 旁边这里我们画一个圆形 涂黑它 要堆齐哦,然后这里也是一样 然后画鼻子 鼻子就在这个中间的线这里啊 然后这样,跌下来 然后嘴巴,一个弯在中间 好了,现在黑色的部分好了 现在我们去蓝色的部分 我们画它的围巾 蓝色的围巾 啊,然后画它的衣服 啊 然后 撇下去 这里有一点弯的 啊 好了 然后我们去青色的部分了 这里 长袖 啊,长袖 这个女孩子穿着长袖 ok 然后还有这个裙子 下面的部分 也是有一点弯 然后我们去橙色的部分了 画它的手 它的脚 它的手 手 这里弯 然后它的脚呢 是往里面去的 啊 这样子 长长下来 上回去 然后这个也是 然后这个弯是它的鞋子来的 啊 这个地方是它的鞋子 嗯 然后好了 我们去褐色的部分了 啊 这个呢 我们先画这个 嗯 这样子 然后 上去 这个是它围巾的部分哦 绑起来的地方 画了 然后我们去画它的头发了 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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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样子撇下来 啊 这里是平的哈 啊 然后我们再来画它旁边的头发 这样子撇下来 撇 这里也是一样哦 从这里开始撇下来 嗯 然后好了 我们再画它的项链 紫色的部分 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画中间 画一个大的圆圈 再小一点 慢慢慢慢往上移 它带着一条链哦 嗯 那么好了呢 我们你们就可以用 啊 你喜欢你要什么颜色都可以 你要用颜色 还是你要使用蜡笔都可以啊 头发那边部分呢 怎样涂呢 你也是一样哦 拿那个颜色啊 或者是蜡笔 跟着它这里涂 涂 涂了它 这里也是涂 涂了它 啊 这里也是一样涂了它 啊 你喜欢哦 你看你要用什么啊 蜡笔还是颜色哦 啊 如果你画了的话 你可以拍照给我看 啊 我会储存起来 然后我会给你们分数哦 好 下次我们再见吧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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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